字幕志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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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說什麼話 你還在上班 你敢來這裡 我真的要判 你錢不給我一句話我不會走 我就賴到你公司島 我現在我要走 那錢三歲給我 錢給我啊 我幹嘛給你錢三歲 是你自己要走的 我告訴你 你說我什麼話 我是在租永林啦 你是在回家啦 你說我什麼話 幫你把幣東照片做 報告你給我把他照片做 你把幣東照片做 你把幣東照片做啦 你把幣東照片做啦 什麼話 全公司人都不喜歡你啦 你帶他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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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不是我老闆 你帶他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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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開始離職可不可以 一場新鮮人 挑戰狡猾老闆 年輕小老子 你要了解 你來這邊公讀生 對社會經驗都不懂 對不對 我要讓你在我身邊 我要來栽培你 你覺得老闆 是怎麼樣一個老闆 目視不分啊 把人當狗看就對了 好 他有沒有不負你月薪 有沒有 你道歉還沒有領到錢 是沒有就是說 有沒有聽到 所以你沒有不負 有領到薪水啊 所以呢 那為什麼我沒有 他平常會工作的時候 可能就叫我女員工過來 幹嘛 可能就 可能這樣搭一下 搭一下 講話講話講話 要不然就這樣蹭蹭蹭 要不然就這樣 幹嘛 太浪漫了 你好在嘲笑反歌 太浪漫了 我會員工這樣 不要再嘲笑反歌 不要再嘲笑 不要再嘲笑 對不對 那你沒看到 為什麼我會講 為什麼我會講 這種人渣 這種發言 你還只能餵好自己 你只講 你不要亂抵 我就比你啦 好不好最多兩位 最多我不做嘛 好不好 做不做 我不做好不好 做不做 瓜哥我必須 好我現在不做 你不是我老闆 你不要用這樣跑去跟我走 冷業女業務員 不擇手段 他自己跟大家講說 我是他男朋友 每次我們出去 他都跟人家說 這是我男朋友 我也跟他講說 他是我女朋友 說我只是晚晚聽不懂 笨蛋 你一直讓我喜歡 你在那邊假裝好不好 我們自己在報告很多次了 你不要跟我說 你不知道 這個是兩情相悅的 今天如果你在那邊說 你喜歡我 那就是我自願 我們相愛 那如果你今天在那邊說 你不喜歡我的話 那我就告你性騷了 小蕙已經講說 他跟妳有親密的關係 小蕙有沒有 有 有 老闆 那你不能保證我二十年後 不能比他有錢 因為他說要利用我 小蕙只是一個玩具 對 你只是一個幼兒 你不懂嗎 你如果沒有喜歡我 你不想要跟我出去 我想要帶我去借你的朋友 我想要買東西給我 你這不是在包養我 這在做什麼 我要他現在給我交代 交代 我跟公司跟妳家庭跟婚姻 全有 好 等一下 公司 家庭 他的公司如果沒有 我就讓他走下去 好 等一下 分手擂台 分手擂台 誰都跑不了 燈不點不亮 是話不說不明 人的醫生當中裡面 很多事情都不清不楚 我們得把它說個清清楚楚 才不會造成醫生當中的遺憾 歡迎收看我們分手擂台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 三位陪審團 第一位介紹是兩性作家 呂如中先生 凡哥好 大家好 我是呂中 好 第二位是第一次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的 兩性作家鄭傑 欣小姐 凡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鄭傑希 你幹嘛愛得那麼累 你幹嘛愛得這麼累 是我們的新書 介紹給大家 第三位介紹是我們的占卜專家 一起來歡迎沈榮小姐 凡哥好 大家好 我是沈榮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的委託人 第一位要介紹的 我們的委託人 一起來歡迎劉尚偉先生 好 劉尚偉 年紀很輕 好 劉尚偉先生你好 好 看起來好像還是學生是吧 對 能不能自我介紹一下 來 劉尚偉 我叫劉尚偉 是 今年二十歲這樣子 然後還是學生 還是學生 但是目前還有在工作 在工作 對 但還沒有當兵 準備要當兵了 對 在等待當兵 是 目前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就對了 對 好 那你今天 今天要告訴我們 控訴的是什麼 就我現在那個老闆徐玉萌 就是 小氣 吝嗇 摳門 然後公司部分 而且重點的是 他就是 會對女員工亂來 就很涩 就很變態 也不看一下他幾歲的人 就對女員工性騷 就是 涩老頭一個 就變態 變態 今天要控訴的是個老闆 你的上司老闆 是 你在他工作 在他的公司裡面工作期間多久了 差不多四個多月 差不多四個月 你現在 還在工作還是已經離職了 現在還在做 還在做 對 可是你看到這麼多的缺點 為什麼沒有離職呢 這個月薪水還沒拿到 他錢不給我不走 好 錢不給你不走 對啊 他現在就是跟我 我之前有說想走 但他後來就跟我扯一堆 有的沒有 就是錢不給嘛 不給好 那你不給 那我不走 就死皮賴臉 你不走 好 所以今天來這個節目當中裡面 跟大家一起來理解一下 到底這公司還要不要待下去 這個老闆的名字叫做 許藝萌 許藝萌 一起來歡迎這位老闆 來 一起歡迎 許老闆 好 許老闆 不錯 有勇氣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來 許老闆 你好 你好 等一下 你剛才說什麼話 你還在上班 你敢來這裡 說我的話 我真的要拍 電話是你 總班遲到 上網聊天 我在跟客戶講話 我在跟客戶講東西 對嗎 跟客戶講電話 跟客戶講電話 你們員工都不來拿電話 你說什麼 你拿 我也去拿 我也去跑 你每天叫我都可以叫我都 我說三天班 一兩點 你那八點到五點是假的 你還不知道我們公司是責任制 那你看八點到五點是假的 八點到五點是假的 你剛來的時候我給你多少薪水 你沒有客戶 我帶你去實施客戶 如果客戶講 他要給我年輕人來換 前度是你 客戶跟我說 你年輕人都不來 有 我去跑 要給他拿去 還不拿 拿給他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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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就跟他拿給他說 抱歉 抱歉 我對你說賣 你如果這兩國多月 我說不給你假 好 那我問你 為什麼我第二個月只剩兩萬 為什麼一直到現在第四個月 都只剩一萬塊 我們所有的正職員工 第一薪都是兩萬塊 好 底薪兩萬 好 底薪兩萬 為什麼我現在第四個月 剩一萬塊多一點而已 你要先看一下 有我去扣就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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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去扣就年輕 那之前也是照顧 那還是這樣子 你得了解喔 你得了解喔 大家是扣獎金來的 你咧 不用去走 不用去做 賺的錢 我對你賣 您有看到嗎 我對你賣 好 所以老闆 我們許老闆就出來說 我對你賣 我對你賣 我對你真人好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好 那今天老闆也來到現場 許老闆 是 是 你剛剛講的 我們也聽了稍微懂一點點 當然兩邊都有個人的一個想法 覺得說不滿意的地方 好 所以你剛剛講的 前面都講 那我們今天他因為來控訴你 我希望你也能夠了解 員工的辛苦的一面 他們為什麼不滿的一面 好不好 讓你來釐清一下 來理解一下好不好 尚偉 你覺得 剛剛我們知道 老闆也出來了 你現在正式的有話 跟老闆面對面 可以知道 到底你這邊員工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更不滿 第一個工作時間超時 超時 原本當初跟我講八點到五點 結果現在每天讓我們加班 加到差不多一人兩有 他剛才說 他叫我跑原本那些客戶 OK 我排好 行程整個都跑起來要出來 要去跑 可是他就臨時又一直丟東西進來 然後我上面那個組長 他也一直丟東西出來 他時間到要走 就一直丟過來 那我做不完啊 然後他們又一直催要 所以你認定老闆應該給你加薪 是 結果都沒有 都沒有 加班費都沒有 老闆是怎樣都沒有加班費 都沒有一隻 上班八點上班他剛才說的 結果呢 9點以後比較難 甚至更嚴重 要更重 你也不曉得一下 我前天晚上加班到幾點 你也看一下好不好 那你沒問過我加班到什麼 你每天都知道 那你是不是每天要叫去做法 你每天都知道 你每天都做到三個半個 都給我一兩點 都給我一兩點 你跟我說電話 我要寫東西 我要送資料好好啊 不要給我一兩點 我跟我說電話 所以他送給你資料看 所以OK 你在說他一兩點 你不相信就對了 那你為什麼要把東西丟給我做 為什麼我們主長要把東西丟給我做 我跟你反應 我為什麼做不下去 年輕小伙子 你要了解 你來這邊工讀生 對社會經驗都不懂 對不對 我要讓你在我身邊 我要來栽培你 才故意把這些東西 讓你去學習 去努力 我跟客戶講 會笑人 那我做那麼久也夠了吧 那你有沒有想過 東西會不會太多 我是不是做不完 我是不是有跟你反應 我是不是有跟主長講 更離譜的是 甚至有一次 請拿樣品給客戶 結果路上那個樣品丟了 不打緊回來 還跟我講說 我已經送到客戶那邊去了 那是自己自己講錯地方 結果呢 然後跟客戶打電話來 你年輕人用品沒有送來 我問你 用品有送去嗎 你跟阿公有 我跟你求證 人家說阿公沒有 你自己跟我講錯地方才敢講 大聲來 你說的聲音真的說 不好意思 OK 我跑去 所以老闆那時候自己跟我講錯地方 那我也去跑 還找了很久 後來就交給他 然後後來回來之後 發現錯了 那我後來有自己去跑 也有去跟他們講 可是老闆就死不認錯 而且 重點是其實老闆會偏心 就是他基本上 他都會對他幾個 比較好的員工 尤其是女員工 你有沒有在意自己 為什麼不能成為老闆心目中好的員工呢 沒有 他就刺我 他就故意針對我 就把我壓得半死 然後後來也 你亂講 你從來不主動聯絡客戶 我今天會給你那麼多 也是讓你那個主動去 去聯絡客戶 今天就根本來不及 我光跑前面訂單 但是跑不完還要跑後面 講了什麼話 我前面排好好的 當一個業務員 沒有人臨場反應嗎 你今天10K9排出來 你不能臨時去追 OK 好對 拜好客戶嗎 對不對 10K9排好東西交進來 你叫我一定要去跑對不對 然後我跑了 如果你要做我前面的東西不做 你時間上要去規劃 你要跟我回報 你沒有跟我回報 你什麼時候理過我 我跟你回報什麼東西 你什麼時候理過我 你哪有跟我回報 情動電話那麼多 你也不找 對不對 就在公司等我回來 我哪有時間前面 在公司等你 我跟處長講 我有跟處長講 我有跟他們講 我請他跟你回報 你每次都說 我根本就沒有聽到 好 那你是說處長給我衝康囉 你今天都沒有主動 你是說處長給我衝康囉 那你要問處長 奇怪 人家員工都不會 就只有你會 你不想想 你哪來幾個月 對不對 我幾個月那你 當初是希望說 能夠讓你學習社會經驗 對不對 每個月都可以 業績都可以掛鈴 有掛鈴嗎 你的工作量 其實你是有做這麼多 可是實際上你的業績並不好 是事實嗎 然後老闆就會針對我 是 業績跑不出來 上班遲到 上網聊天喝咖啡 沒有一樣到這 是好的 你要不要問一下誰討厭誰 對不對 真的哪樣做得好的 好現在很簡單一句話 你錢不給我一句話 我不會走 我就賴讓你公司倒 我現在我要走 那錢散費給我 錢給我啊 我幹嘛要給你錢散費 是你自己要走的 那你薪水給我啊 那你薪水給我啊 你為什麼要給我薪水這樣不低 上個月做假的囉 對不對 我上個月做假的囉 薪道做得給你 為什麼上個月不給薪水 為什麼 基本上薪水是會計在付的 我不曉得有沒有付的他 但是我不可能做這種事 我每個月都很清清楚楚的 讓我員工領薪水的 好 所以我麻煩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麻煩你回去 了解一下會計這部分 到底上個月有沒有 給我們上尾薪水好不好 不用啊 其他員工就可以證明了 員工可以證明嗎 然後你去問忠祐嘛 去問他 好 叫他來 你看一下到底誰討厭誰 你叫他來 你叫他來 好 所以你也認定忠祐是員工 對 是公司的員工 對 做的時間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一起來歡迎忠祐 來 好 怎麼說準備沒做啊 問我什麼話啊 我們是在蘇洋琳 不是在發假啦 問我什麼話啊 幫你這個便當的照片 幫你照片 幫你照片 忠祐 我陷入啦 叫你照片 叫你照片 你要了解嗎 我今天要背你做大老闆 你只要做一個老闆 人家要 早餐都沒來通過 你不想做老闆 你只要一四人做我的外母 不用說那 那是回家才會做公司 你只要一顆三四人就好 還是要一顆五六萬 好啦 你這麼說 我幫你照片 其他公司 有那麼多嗎 沒有嘛 有嗎 你要是說 有那麼多嗎 這是你配你的人才你知道嗎 有才會 你都在說的 你說不要你問人家 講話真好聽喔 你跟我說話 不用照片 我一天都不講 你錢給我啊 你錢給我 現在沒有你的事 不是在路仔 對不對 什麼叫路仔 總有我告訴你 你在公司年過 嚴重不錯 我如果沒有背給你 你現在看我會脫掉 現在看我先去那邊 對不對 你在這裡看我對你看 你一顆顆顆顆 你自己說 對不對 從第一次的問過 到現在 我是嚴重 不是在學家 你怎麼沒教我 要做老闆 好 現在問題出現了 這個在說 都是說我是你的業務 我是你的業務 但我不是你的會計 我也不需要幫你 跑一些零零碎碎 你要買一些 我不是你的小孩就對了 可是這邊老闆講說 為什麼我要栽培你 你不能接受我的栽培 你來告訴我們 你在公司待多久 你簡單來告訴我們 你在這公司不是 待多久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你覺得老闆 是怎麼樣一個老闆 公司不分 就把人當口看就對了 好 他有沒有不負你月薪 有沒有 你到現在還沒有領到錢 是沒有 這是說 有沒有聽到 所以你沒有不負 有領到薪水啊 所以 那為什麼我沒有 對不對 那哪邊那樣就栽培嘛 你剛才說栽培 那哪邊那樣就栽培嘛 你要搞清楚 薪水不是 我每個月 要去發薪水給你員工 我請快去請假的 那為什麼我沒有拿到 你回去看表嘛 他都亂講話 好 沒關係 我們來理解一下 我錢賞費 我就去找 你們不用做了 聽到有沒有 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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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你覺得 全公司人都不喜歡你 對你覺得 你沒有藥 是要領什麼薪水 誰在想什麼 你薪水這麼大 你會為這樣 塞隆 你要離開我 公司對你這麼賣 你就聽他塞隆 不用說那 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們大家都沒想要知道 你年輕人 好想一想 你不可以說這樣 你會學會 我不會學會 你會學會 好想一想 有什麼好想的 你離開 離開公司 出去 找到這麼好的投入 領這麼多薪水 好 現在集合 公司快沒員工你才會這樣做 剩下幾個員工你自己講 我跟你講 問一下有誰想留下來 剩下幾個員工 來 中友 剩下幾個員工 五六個而已吧 為什麼現在一直離職 為什麼 關於自己 那都是因為他在公司 搞男女朋友 搞的工作是 無怨葬氣的 講到這個 沒有工作都沒有心情的 那你怎麼不講說 你對其他女員工毛手毛腳 我哪時候對女員工 毛手毛腳 那女員工剩沒有 你自己講嗎 那為什麼現在我們女員工 剩沒幾個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會都走這樣 全部都還不知道因為你 這麼多歲了 要少人跟你講 自己好好想看看 公司要怎麼做 這麼多歲 不必你來教 所以 崇佑現在出來的正式就說 老闆 跟這麼偉智這樣就對了 你今天出來作證 也幫上尾告訴老闆 你們現在遇到的一些狀況 好不好 好 先謝謝你 來 謝謝你 請坐坐一下 沙發坐一下 兩個人工 大家都是一樣的心理 這個是不是需要做點檢討 沒有 我本身來做老闆 沒有啦 我們說氣味也不好 善做老闆 也不是辦法 除了這個以外 在公司上面的以外 你說 他還剛有帶女員工出去吃飯 喝酒 帶女員工出去吃飯 喝酒 放火 而且基本上 他現在是有老婆有小孩的 他為了怕他家裡知道 沒事就帶我們其他員工出去 一樣出去嗨 嗨完之後 就跟他們講啊 不要講啊 什麼什麼 幹嘛幹嘛 大家自己知道 我帶女員工出去玩 是慰勞你們 你們替公司打拚賺了錢 所以我慰勞你們 那你問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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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這樣叫慰勞 整天做得去 你算帥 你算帥 怎麼沒去 沒有啊 你沒去 你不是真的沒帥嗎 真的說帥嗎 還跟我們喝酒 老闆 我告訴你 我已經慶勵了 為了你公司 我已經要拚 你在水 你說什麼 我們說這些老闆 有嗎 跟人工出去喝酒 有嗎 有 有 是 基本上 我也很愛 我的完工 所以我的完工 為了喝酒 為了公司打拚 所賺的 公司賺錢 當然要慰勞 對 對不對 所以慰勞幾天大家都去 利用 要祖母 甚至呢 我們唱範時間 會不會 沒什麼失敗 沒什麼休息 來唱歌 這樣很好啊 對啊 是 結果呢 很好 你講得很好聽 那為什麼你要把女員工帶在旁邊 要這樣對她這樣 你這是幹嘛 對她在幹嘛 對她怎麼樣 你能不能說清楚講明白 對 怎麼樣 對 夠不清楚 她平常會工作的時候 可能就叫女員工過來幹嘛 可能就 可能這樣搭一下搭一下 跟她講話講話講話 要不然就手這樣蹭蹭蹭蹭 要不然就是這樣 幹嘛 太狠了嗎 你好像在潮心板著 太狠了嗎 那是你吧 我們大家都看在眼裡 那是你吧 我們大家都看在眼裡 對不對 別的員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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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你沒看到為什麼我會講 為什麼我會講 那是你 那是你 你要這樣做 所以 我來來多久 所以你看到 這是女員工跟你講就對了 同事跟你講的 你說你沒有看到 會蹭蹭摸摸 你也有看過 但是老闆需要做解釋 老闆這樣做嗎 好 沒有 借著我們老闆跟員工 借著你的權威 摸一摸女生的肩膀 摸摸的 手稍微摸摸的 許老闆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不過 不過怎麼樣 員工 不管男女 有時候在交代事情的時候 可能會這樣碰觸一下 這樣就算騷擾 看碰觸這樣會不會太誇張 如果說今天一個員工 一個女員工 她業績做得很好 我過去包獎她 讚美她 說不錯喔 這個會做得很好 這樣算性騷擾嗎 你不是這樣做 你是整個手搭上去 你整個在那邊蹭耶 那這樣就算性騷擾喔 如果你摸得這個態度 跟感覺不對的話 就算性騷擾喔 我們現在有兩種做意的方式 你來分析一下 一種就是說做得不錯 拍拍肩膀 一種就是有磨蹭 磨蹭當然一定就是啊 是嗎 可是即使我覺得男人對女人 就是不應該這樣碰 因為這種就有權利的 上下的地位的差距喔 對 如果經常性這樣的時候 女生會感覺不舒服喔 但是我另外一個想法是 要問那個女生 如果那個女生跟她的感覺是 我們坦蕩蕩 就像哥們一樣 你拍拍我OK的 對 要看當下的感覺 其實男生才有說 哇不錯不錯 哇很棒很棒 拍拍胸部 OK 可是對女生可能就不行了 對女生的感覺 她可能會是不舒服的 對對 她可能會不舒服 所以傑欣呢 你覺得有沒有人碰你肩膀 應該沒人敢 沒人敢喔 對啊 幹嘛愛得這麼累 對啊 幹嘛愛得這麼累 好 所以這樣肯定 就贏性騷擾承認 可是老闆說 我沒有這樣碰 我只是疼他們 她是我女朋友 你這樣會不會太誇張 你也知道我是她女朋友 每個員工都一樣 那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對女員工特別 好 這個時候說出 原來那個女生 只要是為公司有利 我都好 好 她是我女朋友 那你幹嘛先對她 她是女朋友 你有沒有看過我在旁邊 你來幾個月 她變成你女朋友了 你問她嘛 她跟她們講說她是我女朋友 她是我們公司 兩年多人特補性 所以尚偉 你是來公司的時候 來認識這個女生 我要繼續你們兩個交往 可是有一點交往 那一段時間 這個女生說 老闆對她性騷擾 是不是這樣 是 所以兩邊 老闆的理解 跟她的理解又不一樣 老闆覺得說 你來我的公司 打我的男朋友 對啊 打公司 你現在還說我 現在我性騷擾 你站住 可是這一邊想說 那我要交男女朋友 本來就是合情合理 那你女朋友 曾經怎麼跟你講過 就是這樣子有磨蹭 是 還有呢 牽手 牽手 有時候可能就是拿個東西幹嘛 手機這樣直接上去 就這樣撐撐撐 還有沒有 還有就是會整個這樣靠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你好像對動作都很熟悉 這個不是你做人會 是誰做的 我是他男朋友做的 他有必要講嗎 你成人在公司搞了我 無冤葬氣 看我說你們都沒辦法 心情上班的 我們是因為你做人太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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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你錢 好 你走啊 好 所以小蕙 你錢不給我幹嘛走 那你錢給我啊 我不會幫你們吃 那你錢不給我幹嘛走 那你就自己做啊 好 這個都不會拿出來 創造績效出來 30萬拿出來 你錢給我吧 創造績效出來 那本來就不走 你創造出來 他們一個Top Sales 我跟你講 就算我要趕你走 你也不會走了 一個是說要走 你給我30萬 一個是說你沒有做到 任何的業績 我憑什麼要給你錢 你自己走吧 走就是你自己離職 離職就沒有遣散費 對不對 按照公司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本來一個員工 就應該創造最大的利潤 老闆本來就是希望 這個公司越強越好 對 但是現在尚尾的意見 比較偏向於說 這個老闆公司不分 在私得方面有問題 對 我基本上 覺得他們兩人的情緒 跟EQ都有問題 因為他們兩人在溝通上面 明顯的不夠 身為一個業務人員 如果超過三個月業績掛單 通常都是資錢的 所以剛剛妳有提到 妳的女朋友被性騷擾 這個真的能證實嗎 女朋友真的有這樣說 是不是 還是妳自己說的 女朋友還有什麼 女朋友叫什麼名字 小慧 小慧 好 一起來歡迎小慧 來 小慧很漂亮 小慧妳好 好 請自我介紹一下小慧 大家好 我叫小慧 我今年22歲 22歲 妳比那個尚尾年齡還大了兩歲 沒有錯 好 妳能不能告訴我們 你們之間的關係 先從尚尾先說好不好 妳是他的 我跟他只是同事而已 怎樣 什麼叫同事 我們在一起兩個月是怎樣 跟你只是玩玩的 你還不懂嗎 妳清楚了嗎 我的記憶 誰叫我 妳閉嘴 妳閉嘴 閉嘴 好 妳先不要吵 現在是我跟他的事 好 先讓他們理解一下 好 一個一個來 我不是他女友 我只是跟他鬧著玩而已 怎麼叫鬧著玩 我只是看你可憐 你不懂嗎 我就看我可憐 也就是說 我一開始就算在那當白癡 是啊 真的把他當同事 沒有當男女朋友 沒有 我覺得被很多人追的感覺很好 我很開心啊 我很享受在這裡面 所以小慧妳跟尚尾 沒有任何的情侶觀點 所以就不差我囉 你說要不要太過分喔 什麼叫太過分 妳剛剛那個意思不是這樣嗎 妳不是說只是想被人追嗎 妳知道女生那麼喜歡享受 被人追的感覺 為什麼不可以 小慧小慧妳跟尚尾 進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好 對 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先讓我來 小慧妳說 妳跟他有沒有手牽手 有啊 有沒有接吻 沒有 沒有 就牽手 對 尚尾 尚尾 妳的認定牽手就是女朋友了嗎 他自己跟大家講說 我是他男朋友 每次我們出去他都跟人家說 這是我男朋友 我也跟他講說他是我女朋友 他也沒拒絕 確定嗎 告訴我們 他是不是他女朋友 小慧是不是尚尾 沒錯啊 那是我早上跟尚尾講過 他這次話我有點 他就不相信 尚尾就要生氣 有時候這個時候清楚以後 你就知道下一步 你要怎麼做了 也不要傷心 那你跟許老闆什麼關係 今天我來這邊 我的立場很簡單 只要他在這邊說他喜歡我 那我就自願 我們是相愛的 你只要在那邊 等一下 你那天怎麼跟我講的 你那天都說 他說他對你亂來 好亂喔 等一下 你們也知道我喜歡你 不要在那邊假裝好不好 我們是一下 溝通很多次了 你不要跟我說你不知道 所以小慧 你覺得說 你現在認定就說 許老闆跟你是有感情的 是不是 是 而且你們私下有溝通過 是 你跟許老闆 有沒有親密關係 有 你還說你沒有對他性騷擾 你還說你沒有對他性騷擾 尚尾 如果小慧是自願的 就可能不是性騷擾 對 這個是兩情相悅 今天如果你在這邊說 你喜歡我 那就是我自願 我們相愛 那如果你今天在這邊說 你不喜歡我的話 那我就告訴你 是嗎 小慧你在 我怕他想什麼 小慧你在大眾面前 威脅許老闆 對 你這是威脅耶 好 我們先問許老闆 老闆 我們不懂 老闆 來 老闆 許老闆 你結婚了嗎 結婚了 幾個小孩 他是有老婆 你是結過婚的人耶 對 小慧 許老闆是已經結過婚了 已婚的男士耶 你竟然可以這樣公開說 你喜歡他 你怎麼面對他人家的老婆呢 他到底哪裡好 又老又醜 你看又挺個肚子 像我那麼年輕 為什麼你不喜歡我 我就覺得老闆有錢有事啊 對 我又好 有錢 我現在才二十歲 搞不好再等我十年 二十年 搞不好我就在他媽媽 難怪公司 被搞得誤嚴脹氣的 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剛剛在講那麼多 你自己也知道我喜歡你 我是愛在於說 當作你是我女兒 你跟你女兒 當作是我妹妹 當作我是女兒 你會跟我騎去買藝衣嗎 我跟你講老闆 你現在越講道理 你越正直的時候 我們覺得你越是假道學 這個時候 小慧已經講說 他跟你有親密的關係 小慧有沒有 有 有 老闆 老闆 女生都說有了 你可以反駁沒關係 但是你能不能回答我們 你跟小慧 有沒有這一層關係 有沒有 沒有 換講 你在騙 真的沒有 我們大家都看在眼裡 真的沒有 我們大家都看在眼裡 你是有老婆的小孩 你怎麼會這樣對他這樣子 不可能 你沒有做他怎麼會誤會 對我老婆那麼好 真的很貼屁耶你 你真的喜歡許老闆嗎 我真的愛他 妳愛他多久 我愛他 我從進公司到現在已經兩年多了 對 我進公司我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很 那個 我知道了 我終於知道了 為什麼我老婆最近在發疑我 行為不正常 原來就是你因為天天 三千半夜打電話給我 在公司 你可能說你沒有打給我嗎 到我辦公室來 你可能說你沒有打給我嗎 你可能說你沒有打給我嗎 你如果沒有喜歡我 你為什麼要跟我出去 我想要帶我去借你的朋友 我想要買東西給我 這不是在包養我 這在做什麼 思想 我要他現在給我一個交代 交代 我跟公司跟家庭跟婚姻 選一個 好 等一下 公司 家庭 他的公司如果沒有 我就不想他折上去 小慧你在威脅他 如果老闆不跟你一個交代的話 你會把客戶帶走 是 小慧你從出來到現在 一直都處於威脅的態度 我今天來就是要 擺明說清楚的啊 小慧那我想知道一下 你是希望許老闆 跟他老婆離婚 然後跟你結婚嗎 我根本不是他 不愛他老婆 所以這就是你要的結果 我可以給他幸福 我可以給他幸福 你可以給他幸福 好 所以你覺得 你可以給他幸福 你有沒有考慮過我的感受 對 你有沒有考慮過 不要講話 上尾已經被拋到酒校餘外了 好 希望我不要講話 我今天為你做那麼多事 我為你 我連工作差點都沒了 你知道嗎 小慧他今天是為了你來申訴的耶 我今天是為了你才跟他吵架 你知道嗎 如果當初你沒有跟我講那些話 我會跟他吵 好 也為了你幾乎要離開這公司的 就是因為你說 他真的對你那麼重要 是啊 我跟你講 你誤會 我只是欣賞嗎 你走開 你了解 你走開 我只是一個 老闆欣賞員工的態度而已 他哪裡好 你告訴我 你喜歡他什麼 你告訴我 那你不能保證 我二十年後不能比他有錢 你保證嗎 問題是我現在就喜歡他 那難道你就是為他的錢 我 我以為有錢能夠的事 為什麼你要選他這樣人呢 我喜歡 那就因為他說要利用我 醜到我只是一個玩具 對 你只是一個幼兒 你不懂嗎 那所有製作多久 是啊 所以我自己活該倒楣 來這裡被你罵 所以我活該倒楣 被你騙了那麼久 我說過只是往往聽不懂啊 笨蛋 好 這個事情越來越 難懂但是很清楚 那就有一點機會教育好不好 有時候可能我們很多的 兇殺案 潑流酸 可能真的在於 當我們已經在向你告解的時候 你還在吉他 對 親愛的聽眾朋友們 觀眾朋友們 千萬不要這樣 小輝這個味道 這個位置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危險 對 他現在這麼的憤怒 他一直吉他 對 小輝你不要再吉他了 拜託你 小輝我覺得他為什麼這樣的心態 依我們看人 他其實在工作上面 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能力 第二個 他覺得他在這公司 他絕對有信心的 因為他如同已經快變老闆娘的心情 對啊 所以員工 尤其是這種小員工 剛上來幾個月的 根本就給他玩的一個過程而已 好 所以最後 來 小輝 我們懂你意思 來面對上尾 你要跟他講什麼 上尾 你要跟他講什麼 你喜歡我 並不代表我一定要喜歡 我跟你說我們只是玩玩 所以你覺得跟他牽手跟他接吻 都是玩玩 我沒有跟他接吻 是 牽手 是 也是玩玩 是 你覺得 我說過我只是要利用你 看老闆能不能吃醋之類的 跟你在一起那麼久 沒有做過任何事讓你感動到 沒有 先 尚尾不要衝動 好 不要衝動 來 尚尾 你今天來上節目 其實 你可以看清楚很多事情的 好不好 傷心也好 這個一段時間 隨著歲月都會過去的 小慧擺明得很清楚 你不過就是個玩具 是不是 是 好 結束了 結束了 過去了 好 現在換這一邊了 來 尚尾請救助 你不要那麼上 你不要瞪我 你瞪我幹什麼 對 好 你不要那麼兇 我們以為你這樣很斯文的 你對老闆 許老闆有什麼話要說 來 你做一個決定吧 小慧 求你 我只是把你當作是一個員工 女兒看待 我們是沒有未來的 是不可能有未來的 拜託你 求求我 我們兩個不能不可能在一起的 你要執法 我真的不懂 如果 真的是喜歡我 你就好好的留在公司 打拚 如果 你是要逼我做決定 那當然 我是選擇我老婆 家裡小孩的 你是一個 人才 不可或缺的人才 你要想清楚 未來的前景 你沒有要當什麼 好 請說 你把你當作是員工 當作是女兒在看待 有沒有搞錯 你看到啊 從頭到尾就是你亂想而已 你想這種人 你還願意為他付出那麼多 你有沒有看過我為你做的那麼多 你從未來沒有看過我一眼 你是怎麼樣 你看我啊 不要猜我 這種人 這種人渣這種敗戀 你還自然為他付出那麼多 你怎麼要 你講就講 你不要亂比 我都比你啊 我都比你啊 他媽最多兩位想不做嘛 最多我不做嘛 好不好 做不做 我不做好不好 做不做跟我的意思 好 我現在不做 你不是我老闆 你不要用這種口氣跟我收 你有嗎 你的心漂亮 你為什麼不選我咧 我能力又好 我知道你能力好 可是我們真的不可能 他已經講不可能 所以老闆你是今天 老闆你是今天在告訴小偉說 我們不可能 還是以前你就跟他講說 我們不可能 你以前就知道 曾經小偉跟你擺明過 這個態度 有沒有 就算我喜歡他 就算我喜歡他 可是我也不能行動啊 要過來就幫他 那你問就好了啊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好 所以老闆慢慢再說出來了 就算我喜歡他 也不能行動 所以老闆 能不能告訴我們 你的內心深處裡面 有喜歡過他嗎 不 曾經有過 可是 自己告訴自己 不能這麼做 可是你行為 沒有告訴你自己啊 好 行為並沒有 阻止你自己的意識 他是什麼樣的行為 他有帶我去上賓館 你帶什麼 你帶他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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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有離職 你什麼態度 好 現在他可以離職可不可以 你今天怎麼帶你上賓館 他帶你上賓館耶 他是有老婆小孩的人 你帶他上賓館 你帶小慧去上賓館嗎 沒有 那他怎麼會說有 那他怎麼會說有 真的是倒霉 那到底有沒有嘛 沒有 我不可以做這種事的 從頭到尾你都認為 不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小慧 從頭到尾都說謊就對了 對 好 小慧 小慧的話不能信啦 我跟你講 你剛剛講那個 造成毀謗罪 我可以告你的 你跟你說我身為一個女人家 對啊 我今天來上節目 你這樣子毀謹我耶 我來上節目 跟大家說我跟你去上賓館 我何必呢 何必呢 如果跟這種事情 我幹嘛這樣講出來 你是跟別人吧 拜託 跟你說我報應的 我跟你講 你是我員工 我是培育你 沒想到你到現在 你講這種話是吧 小慧 如果萬一真的告上去的話 法官他們可能會問你 他的一些特徵喔 真的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喔 對 就不能亂講 沒關係啊 什麼叫沒關係 你確定了解他很多的特徵 是不是 譬如說 講不出來了吧 學生 你聽到沒有 你完蛋了啦 講不出來 你完蛋了啦 你完蛋了啦 我們不要再延續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其實是你們 不要把這個 這私事的問題 我們在一直講的話 也是破壞他們以後 將來要面對很多的觀眾 或者很多的家人喔 小慧 最後一個 我們剛剛講 女人真的是很毒 好 女人很毒 來 最後 你們反駁的醫院 女人很毒 你覺得呢 傷心 無話可講 無話可講 就到此告一個段落 從此要怎麼辦 你從此 你現在聽到老闆說 跟你沒有關係 你將來怎麼面對這個公司 怎麼面對他 我會辭職 你會辭職 要不要請三位 不用 不用 不欺憾 你的個性是很毅然決然 你說愛就愛 恨就恨了 愛恨分明的喔 好 那上緯怎麼辦 會不會跟上緯繼續交往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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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緯 我們給他一點空間 我們給他一點空間 好 小慧來 握個手 謝謝你 來 坐一下 真的 滿恐怖的喔 好 你用一句 一句話來形容小慧 來 那個上緯 一句話 來形容小慧 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生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是個很單純很可愛的小女生 是 現在你看到她現在 發現你自己才是可愛單純的小男生 是 我真的不敢相信她是這種人 當時看到她以為是小紅帽 結果發覺大野狼才出現 好 你現在不相信這個事實的擺 來 許老闆 你現在看到了現在的小慧 你有沒有什麼話 一句話來對她說 你覺得她是 看她現在的狀況 好 今天其實我們尚未委託我們 來理解一下老闆之間 到底這個薪水 要不要繼續拿下去 要不要繼續工作 想不到 之前出現這麼多的 感情世界 永遠讓我們不知道怎麼樣去參與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的陪審團 能夠做出我們的建議書 如中 難吧 這一集 今天給 看能不能給三個人都建議 我們大概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 三個人都一點建議討論 是 我覺得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了小慧 這樣的一個個性 來 沈榮妳覺得 小慧她什麼樣的心情 是一個什麼樣的個性 其實小慧她內心是 滿沒有安全感 滿渴望愛的 對 但是她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把感情跟事業混在一起了 對 其實這樣工作是不對的 因為當妳的愛情出現問題的時候 妳的工作勢必也會發生問題 所以妳現在會覺得說 我就不幹了 但其實妳影響的層面太廣大了 所以妳既沒有得到愛 也沒有得到工作 其實這樣來講妳是全盤皆輸的 小慧妳剛剛說因為她有錢 所以妳愛她 那我想知道說 妳現在被她拒絕 妳有心痛的感覺嗎 有 很多人的道路啊 不是說沒有這件事情 她就一定是極箭的另外一邊 沒有十分就一定是負十分 妳還有中間的零分 還有真二分 對 我來講真正的東西 對不起 對不起 妳剛剛妳那個手 我有點害怕的 對不起 對不起 像夾娃娃一樣 不用玉石劇粉 有時候很多的平衡點 可以在中間一點點 好 所以說其實不論如何的複雜 我們的建議書 永遠寫得出來 只要各位 按照我們的建議書 給你們最好的一個提供的 一個最好的一個建議的話 那其實大家員工朋友 男女之間 釐清的話 都可以做成朋友的 好 這個時候建議書 我們慢慢擬 以後 陪審團同一次面臨如此棘手的問題 所以以更審慎的態度來面對 希望能夠給予三位當事者 最適當的建議 這個時候我們請 我們學生商 幫我們做一個好的一個良心 一個建議 好 如中 來 我們給尚惟的建議是 工作要有方法 你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學習 第二點 你現在喜歡的人 也許無法如你所願愛上你 但人生下一個轉彎 更適合的人 在那裡等你也不一定 所以不要失望 不要失望 對 那我們給許老闆的建議是 員工對於公司的效忠 其實是企業成功的主要因素 你懂得與員工相處 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請你好好學習 至少請建立好你公司的制度 是 另外我們在這一集 其實看不出來 許老闆到底有沒有 對女性員工性騷擾 但是確實是大度要學習 是拿捏好 跟員工相處時的肢體碰觸 是 最後我們要給小慧的建議是 如果你不愛對方 就不應該給對方曖昧的互動 不要玩弄別人跟自己的感情 好 在這一部分當中裡面 建議書給大家 大家 小慧 你剛剛也聽到 小慧 也聽一下 好 都是最好的一個建議給大家 這個時候我們請你們兩個 來做一個抉擇 是不是能夠在這個時候 願不願意繼續 在當兵以前 繼續留在公司 老闆願不願意 還沒有去當兵 這個時候 剛剛的那些企劃 到現在 能不能敞開大門 再接受我們的上委 這個時候請你們兩個做抉擇 好 我們來進行最後的抉擇 來倒數十秒鐘 來 好 兩位 還要把成為雇主的關係 來請抉擇 老闆 對不起 那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我還是希望能夠回到公司來上班 好 這才是我的好員工 走 我們去上班吧 老闆已經不需要你 公司有我就夠了 什麼 小惠 來 來 小惠 你剛剛說什麼 公司已經不需要你 你可以閃了你 老闆公司有我就夠了 我可以提下你進門 小惠 沒關係 我是不可能的 上委 我們走 那小雜要不要唱 好 好 好 職場中或許充斥著耳魚我詐 弱肉強食 有些人或許會望之卻步 有些人卻也能從中激發出旺盛的企圖心 相信今天的三位當事人 在今天的節目中 會有不同於一般人的深刻感受 希望他們能將這些生活歷練 轉化為創業或尋求新的生活 讓自己在晴空萬里時 更容易展示高飛 好 看到最後兩位這個公司的員工 還有老闆 兩個最後還是希望能夠在公司裡面 一起去上班 其最後的問題還是因為小惠的問題 小惠姐覺得是不是公司就 就可以比較好一點 是因為一個公司裡面難道 感情事件這麼複雜嗎 所以現在我們真的發現 不能談辦公室練習 真的 太危險了 也很複雜 所以看到他們結果 這個是好事嗎 如中 我不要這樣說恰不恰當 我覺得小惠需要一些輔導 需要一些幫忙 是 我覺得她應該相信 我們多看看我們的書本 或是來占卜一下 看看人生應該怎麼樣走向 為什麼人的個性裡面 有的毅然決然 因為愛情有衝昏的頭 好 所以來 潔心 最後我們什麼話要說 我覺得小惠她個性很剛烈 那我希望她經過這一次 能夠想通一些事情 然後讓自己日子好過一點 不要再執著在這個感情上 是 愛情不能勉強 你要勉強別人愛你 就太痛苦了 還不如找一個愛你的人 這樣比較快樂 對 但小惠今天非常值得 因為她其實是一位證人而已 好像一個委託人一樣 我們大家為她而設想 那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重佑 你坐在那裡 你還要不要回到公司呢 應該不會了吧 尚尾都已經回公司了 你要不要回去 不要 不要回去 你覺得你要在這裡 坐很久嗎 對啊 那你覺得尚尾對得起你嗎 對不起我 對不起我 因為她是唯一重的人 對啊 你是唯一 沒有在公司的人 離開了 對 最後全部的人 吵的原因就是因為 還找出了一個證人 這個證人離開公司了 他自己還回到公司 真是錯綜複雜 亂七八糟的 好 最後一句話讓重佑說 有沒有什麼事 要對著尚尾說 來 最後 希望她怎麼樣 希望她不要再找我 王八蛋 好 炒雞蛋也好了 好 在今天看到這種狀況 其實人生當中裡面 有很多問題都會呈現出來 包括這個就是 我們其實在電視上 所展現出來的 其實跟我們社會裡面 所投射出來的一個影像 是很相似的 某個角落或許就是如此了 也希望供大家一起來 好的 壞的 我們都一起來 來檢討一下 好的來把握一下 壞的我們來了解一下 怎麼樣給她改變一下 會比較更好的 人生繼續還要走下去的 謝謝你收看我們分手擂台 也謝謝三位陪審團 謝謝 謝謝 謝謝蘆蓉 謝謝 謝謝 謝謝韓哥 謝謝 謝謝 從右邊這邊 一邊走 好 今天憑我的能力 憑我的條件 我就陪你找得到更好的工作 今天他們這樣 算他們吃虧我也不稀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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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